爱情是美好的 而有些时候 爱情又是无奈的 但是它可以让你变得更加坚强 还可以让你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成长 我和它惊人介绍相识 从此两颗星很自然地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也开始了我们之间那段浅密的恋情 开始了我对美好未来的憧憬 会有一天 我们可以手牵手步入婚姻殿堂 牵并肩走到人生的黄昏 这一切幸福的时光 仿佛就浮现在我们眼前 然而 直到那件事情的发生 从此改变了我们之间的一切 那一天是它的生日 我拿着精心准备好的礼物 提早来到了它家门口 我拨通了它的电话 铃声响了许久 我的心跳 也紧张地随着电话的嘟嘟声 开始加速 当它出现在我面前时 一丝不好的预感 拢上了我的心头 它接过我送给它的花 低头看了很久 终于 它说话了 但它那句 我们分手吧 让我感觉到 一切美好的事物 就在那一瞬间 都破灭了 它只丢下一句 我们不适合 因为你太完美了 和你在一起 我感觉到了压力 于是 它就转身走了 我被这句话 冷冷地冻在了那里 而以前的 一个个美好的片段 在我眼前 不断地环绕着 我才想 这也许就是爱情 所必须的调味剂 争吵本身 就是爱情里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也许 这正是它 考验我的一种方式 然而这种想法 将在几分钟之内 化成泡影 它和一个陌生的男孩 悠闲地 坐在我熟悉的 那张长椅上 看到它脸上浮现出我 阔被一角的笑容时 我感到心如刀割 我将自己独自锁在房中 冰凉的泪水 从我惨白的脸上 不断地滑过 我突然意识到 我失恋了